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的话题 有同学问我说为什么足球的不确定性比篮球大得多呢 是不是因为人的脚没有手那么好使呢 其实是因为足球本身比篮球要轻 同时足球的速度又比较快 所以就有可能会造成湍流现象 湍流现象就是当这个足球高速运动的时候 会对这个空气产生不可预知的作用 也就会产生一种混沌的效果 所以足球才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一个强队也未必会一定打得过弱队 不过虽然足球有这么多不确定性 我们还是可以从某些科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一些分析 比如今天我们想研究一下足球的轨迹 我们看假如这是一个足球场 双方运动员从中间这个点开球 然后这个足球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记录一下它的轨迹 注意 我是每隔一段时间记录它的点 每隔一段时间记录它的点 那么它的点可能就是这样分布的 然后我把这些个点逐渐的连起来 那最后它有可能打进一方的球门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继续没有被球员铺出来了 然后铺出了边线 也有可能在这又被人铺回来了 然后再打到左边的球门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足球的这个运动轨迹看起来是杂乱无章的 但是我们在物理上有一个运动可以跟它非常非常像 这个运动我们就称之为布朗运动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布朗运动 并且告诉大家爱因斯坦是怎么研究布朗运动的 首先布朗运动是谁发现的 是一个英国的植物学家布朗 英国的一个植物学家 这个英国的植物学家布朗他怎么发现布朗运动呢 他发现把一个花粉放在水中 结果这个花粉的颗粒 这个花粉颗粒就总是怎么样呢 总是在无规则的运动 无规则的在水中运动 那么他就把这个运动称之为布朗运动 布朗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最开始他作为一个植物学家 他的想法是这个花粉颗粒是有生命的 花粉是什么 是植物的精子 对不对 他说植物的精子跟动物精子一样会游泳 所以在水里面游啊游 那么他为了不让这个精子游泳怎么办呢 他就拿一个锅把这个精子给炒了 把它炒熟了 花粉死了 然后放水里 结果发现这个花粉依然在水里无规则运动 他每隔一段时间记录一下这个花粉的位置 然后连出一条线来 跟这个长得非常非常像 那他就是一个无规则运动 他觉得很奇怪 既然不是花粉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想来想去 终于想清楚了 说这个花粉之所以会无规则运动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水分子在无规则运动 然后这个水分子会撞击花粉颗粒 这个撞击过程它还不是很均衡 所以这个花粉就无规则运动了 比如说这是一个花粉颗粒 它是大分子团 然后周围的水分子如果平均去撞它的话 那么这个花粉应该是不动的 但是如果某一天右侧撞击比较厉害 左侧撞击不厉害 这个花粉就会往左边运动 那过一段时间左边撞击厉害 右边撞击不厉害 它就会往右边运动 过一会下边撞击厉害 它就会往上运动 对不对 所以因为水分子总是无规则运动 造成了它对这个花粉颗粒撞击的不均匀 就造成了花粉颗粒的无规则运动 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像踢足球 这个水分子就是什么 就是队员 队员虽然努力是往对方球门踢的 但是你有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 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水分子一样在抓了无章的运动 这个花粉颗粒就像什么 就像足球 这个足球就在做无规则的一个运动 非常像 那么对于这个运动 按说好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 但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时候 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论文 也是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爱因斯坦 我们来说一下他的工作是什么 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时候 还是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 但是他连续发表了六篇论文 而且在一年的时间内这六篇论文分别讨论了三个问题 布朗运动 狭义相对论和光电效应 那么每一个内容都是指诺贝尔奖的 最后爱因斯坦因为光电效应而获得诺贝尔奖 这一年就被称为爱因斯坦奇异年 爱因斯坦奇异年是物理学上的第二个奇异年 而第一个奇异年是1666年 那个时候牛顿回家躲避瘟疫 而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发现了色散微积分和万有引力定律 所以那一年称为这个牛顿奇异年 而1905年称为爱因斯坦奇异年 这个爱因斯坦对花粉颗粒的研究他主要是想研究什么呢 他主要想研究这个颗粒 这个颗粒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变化规律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以及它的分布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花粉它是在水的撞击下叫无规律的运动 那你既然都已经无规律运动了 你还要跟我谈规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爱因斯坦就是把这个无规律的运动谈出规律来了 就好像我们从足球这样一个体运动中挖掘那些科学内涵一样 这个爱因斯坦他就说我们可以通过某一些数学的运算 最后就可以得到这个花粉颗粒的运动规律 当然这个规律是统计意义上的 那我们这个它的这个算法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为了把它进行简化 咱们把这个问题化简一下 简化成什么呢 我们把它简化成这个花粉像人一样每次走一步 首先第一个 每一步它的长度都一样 每一步的长度an加绝对值表示长度都是1 每一步的长度都是1 而且方向是随机的 你往哪走都有可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想求什么呢 我想求n步之后 n步之后你到原点不有个距离吗 这个距离叫sn 我想求这个sn长度的加箭头表平均值等于多少 这啥意思 大概的意思是说 你最开始在这个位置叫原点 你走了一步 走了1米 这叫a1 它是个带方向的量 又走了1米 a2 然后又走了1米 方向都是随机的 a3 然后你又走了1米 大小都一样 方向随机 a4 然后你从原点开始往这个点画一个箭头 这个就叫s4 我就想问这个s4它的平均值是多大 其实最小值我们知道就是0呗 你就回去了 最大值我们也知道就是4呗 一条线上 那平均值是多大呢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咱们看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去求解 其实它并不是很难 首先我们先看走了一步 那么s1就等于a1 大小就是1 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 我想问你说sn到底怎么算 它是一个矢量 它等于sn-1矢量再加上an矢量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s4吧 这个s4等于什么 你可以首先画出s3来 这个是s3 走了三步之后的位置 然后你再走一步a4 对不对 那你不就变成了s4了吗 所以它们是矢量相加 矢量相加是满足三角形法则的 然后我们想求这个sn它的长度 我们把它平方了 它的平方等于什么 等右边的平方 对吧 等于sn-1的平方加an的平方 我把括号直接展开了 加上a加b的平方 a方加b方加r1b 对吧 加2倍的sn-1 点乘an 我们知道sn-1和an它们的方向是随机的 所以它们点乘之后可能是正的 可能是负的 学过点乘东西都知道正负是怎么回事 对吧 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 所以一平均这一项就没有了 因此sn平方的平均值等于sn-1平方的平均值 加上an平方的平均值 我们知道an长度一直都是1 所以它的平方长度也是1 平均值还是1 那不就等于sn-1的平方平均值加1吗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件事 第一项是1 后一项每一个的平方都等于前一个平方数加1 所以我们说sn是个平方数是1234567的数列 那sn等于几 等于根号n 所以我们就说最终得到一个结论 sn它的平均值等于根号n 等于根号n 也就是说走一步距离远点 距离是1米 走两步距离远点的平均值是根号2米 走三步距离远点平均值是根号3米 就是这样 那么假如我们的足球运动员也是这个样子 每踢一次球他所走的距离都是一定的 并且踢球方向是随机的 那么距离发球点的距离 与他踢传球的这个步数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sn的绝对值的这个平均值等于根号n 有人说那足球运动员他不是随机的 他是想往对方的门里踢 但是你要注意虽然他们都想往对方门里踢 不过场上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 这些不确定因素加起来之后 足球的运动轨迹其实非常非常像一颗花粉的运动轨迹 非常非常像布朗运动 所以我们那就是想从足球这个运动中抽象出一些科学内涵来 科学就是这样 从中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型 它不见得完全符合实际 但是它可能对实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的电脑老师里关注我